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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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这次穿越的线路主要都是在非铺双路面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选择两台奥地利生产的KTM640越野性摩托车 幸福了 幸福了 这台正刚的台已经好了 是吧 这台应该先是一次 你先试试这个吧 就像一样了 我先试试这个 あの台湾都放了 大点了 现在这个车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然后后刹厅再磨一下 前端都要换电了 这话换了我也不骑了 我也不敢骑 说什么 说太多了 说太多了 是 我再骑一骑 好像也没骑过 这个高度如果你限车了 限了三十五分 对吧 限完之后还剩这么多 你拿这么东西往里面 再去鞠个拖起来 这两千万没丢掉 这两个发电机一输入输出的 能减分减吧 好吧 在野外这种坚固情况下 就选别的 一些简化 只要保证撤不出事故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迷惑 这台卡车 如果它卸了 我们就都歇了 我们选择了一辆奔驰的越野卡车 作为后援车辆 里面主要装我们的机养 还有一台北极性的T8900UTV 这台车主要用来追踪野生动物 在紧张忙碌了三个月后 我们终于收拾行李 准备出发了 9月16号早上6点20分 我们在北京出发 然后是盛城路火力是向南走 阿姨就向南走 收到收到 今天日星期三 应有小雨12度 到晚上会变成3度 你说的这是哪个位置 就是527的 还是527的 527的 大家说的是 agency 以后 队长最 队长最 你冲锁 心情很好 心情真的非常好 每次离开城市进入旷野之后 都会感觉到特别的惊悚 终于可以撕掉面具 再没有各种饭局和应酬了 可以真实的面对自然 和面对自己 月亮太漂亮了 明天中秋了是吧 对 我们要在楼上过中秋了 离格尔路还有53公里 也就是跑了300公里吧 收到收到 这个车油箱过了大半了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卡车 卡车就是个定时炸弹 怕不出问题大家都好 怕出问题大家都 都要付出代价了 开卡车的杨师傅又高反了 今天状态也非常不好 希望能够早上看护我 我们马上到卡古拉山口了 青座线的最高点 开拔是5230公里 这个高度还是有点压力的 就车和人都是这样 有这个桶呢 有袋子吧 袋子充一袋多少钱 你自己有袋子吗 我没袋子 没袋子充上50块钱 卡车的司机杨师傅 估计是挺严重的 所以以防万一吧 别人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先准备一袋氧气给他备用 这个中秋非常难玩 大家 一不一出海 出北街就跑到这么千里地方 你查太久 中秋拍了 来来来 谢谢啊 来 中秋拍了 来来 一睡一觉 一睡一觉 来来 你看不看到一群站 上野驴 每天的时候 这个路边50米左右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现在在探到一群毛链 老车已经在卡车里睡了半个多小时了 暴风雪还在 继续的下 并且越来越大 司机老杨 高反严重 车夜昨天晚上照顾他 没有休息 今天冒着风雪开了一天车 实在不忍心 潮行的 让他接着睡吧 不知道路上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突然受到卡车电台的呼叫 我最担心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车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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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醒不 你现在能不能试着动一下 我从上面想法爬进去给你拉出来能不能 能动不 对 你尝试着往起坐一下 往起坐一下 你看看腿有没有 你先动一下 腿能不能动 有没有骨折 先看一下 好好好 试着爬起来 对对对 车爷 试着爬起来 再试着动一下 车爷 看能不能站起来 能不能站起来 我要不要把风打玻璃砸碎 好好好 我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把门打开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爬上去 等一下 我爬上去 等一下 我把车爷从卡车里背了出来 车爷看样问题不大 甚至没有骨折 没有外伤 只是被摔晕了 十分钟前我拦了一个养路工的车 他的电话居然有信号在这里 打通了郑刚的电话 现在等着郑刚他们回来 再叫卡车救援 现在是晚上9点40分 唐古拉山口 温度降下了零下十几度 我和镇长两个人 在这里 又一个能量的夜晚 现在是9月20号 9月20号一定要急速 晚上9点半 海拔4千8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青藏片的第五天 本来以为明天能顺利到拉萨 但是卡车 奔车了 现在是109国道 K3379的位置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点钟 7本高费了 我又摔了一次 我说不忍心拍了 你拍吧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先跳不下去了 再说我们的将来 走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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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持狗是吧,持狗 去其事情 现在面临的主要工作就是修理卡车 和检查其他车辆的损坏情况 真正和舒适 细结果 前天在翻越塔古拉山的时候 我们的后勤车卡车翻下去了 因为我们的大量设备全在卡车里 没有卡车我们行动困难会 今天早上把东西卸下来 然后马上联系西藏威一家特种车辆修理厂 现在就去厂里 找到厂里技术人员在商讨这个修卡车的问题 今天是我们到达拉萨的第六天 卡车在修理上修复 大量严重变形 曲州严重变形 传东州都变形 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今天早上外面就下起了大雪 可以想象出 我们想去的阿里和纳曲地区会是什么样子 后面请不请 后面还有多的吗 稍微后面是这里缠点 这是您占前的准备吗 这是拜佛吗 朝圣 所以这点前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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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对 什么坏了好像 这是一档 变速箱都会变 对现在档位都没有了 昨天是你们把叉数锁锁成了 现在整个变速箱不好用 挂不上档 如果变速箱坏了 麻烦就太大了 挂不进 我马上跪 我现在就在厂门前双手锁着呢 我告诉你这个 我先看他来 我上去一看我心就凉了 我早上到修理厂准备试的台卡车 我到了驾驶室一看叉数锁锁上的我心里突然就开始发冷 我感觉要出事 结果上去一试只有一个二档一个倒档能用 剩下一共是这卡车十六个档 别打全部都用 对啊 按下 变速箱有严重问题 绝对不对 下室插手锁 游戏的换换肯定有严重问题 变速箱严重问题 变速箱严重问题 绝对 原地鞋都能吃完 我们修吧 我们走不走了 我在等一月吗 如果变速箱坏了 肯定就掉变速箱了 就跟上次在北京剪车似的 是,但上次咱们不是一下我就搞定了吗 不是,这个声音绝不该出来,画几辆都就出了 你先弄吧 有问题解决问题 真让我崩溃啊 哎呀,所以你看这卡车,外表越强大,内心越粗 低档和高档能差多少? 嗯,它差不到多少,所以都多了个量 那我就一直用,现在低档不响,我就一直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低档跑不行吗 就不用小钮,不用变速感的小钮不行吗 可以啊 我们下去路程基本用不上高速 全载上北哈里根本用不上高速,所以无所谓了我感觉 我现在就用低速的五六七八,因为车我们不拉什么载动东西 不能就这样就不搞它了,我就可以可以 我就怕越搞完美越多 可以可以 好不好 可以,这样也可以 哦,这下就好了 哦,这样就好了 不要动车便积了 不要动车便积了 不够啊 不要动车便积了 那就是这样 这是这样的地方 这扑到那个地方,它是挡开不自爬 哦 哎呀 你看 他那个挡开不自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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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挡开不自爬 哎呀 哎呀 卡车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可以准备出发了 来 来 流浪狗吧 应该不是他有点 弓的木的 从哪儿跑出来的干嘛 嗯 乖 来 来 来 他卖萌开始 哈哈 看几岁了 哎 可以 这个是我们准备去无人区用的水箱 我们可以改造的 大概能加到一吨半水左右 基本我们可以在无人区用的水箱 我们可以维持 来月 经过石头天的等待和折磨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间了 旅行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的每一天都是新闻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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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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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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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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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